叫于喜山来自天津 是一名人民警察 为什么是光呢 因为我觉得光能代表 我们公安队伍 一座城市 无论夜晚有多么的漆黑 只要有人民警察在 那人民群众的安全 就是我们的职责 就像今天的赛场上 只要有我在 那名人堂的安全 就由我来守护 于喜山之前有参加了 我们的英雄联盟 但是作为名人堂 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没错 上次更多是为了 我们团队的荣耀而战 这次我觉得更像是 来检测一下 我们选手的 答题水平和质量 我想把每一个警手 都向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我们特警 相当于我们 公安机关的突击队 名人堂可以说 是我们一战到底的精英 那么我们特警队 就是我们公安队伍的 精英突击队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战斗 像我们名人堂一样 特别有胆识 特别有学识 特别有胸襟 特别能打体 而名人堂本身就是 一战到底的特警队 希望好好亮出 喜山 你的实力 那我就让你今天见证我 加入特警队的时候 因为击败名人堂 我们自动进入名人堂 准备 大家开始 公交车内遇上紧急情况 需要敲碎车窗玻璃时 应该敲击哪个部位 这个我在车上看过 是敲窗户四角 然后可以把整块玻璃 现在来交给警察叔叔 鱼类通过哪个器官冲气 调节自身的比重 这个器官站在于那百分之五左右 通过收缩和扩张 调整鱼的上伏或下沉 它是鱼漂 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会 六部中的名部 被改称为什么 它是主管护其的护物 杜甫为了避讳父亲的名讳 流传下来的诗作中 没有出现哪个字 杜甫的爸爸和爷爷 都是朝廷的官员 他的爸爸叫做杜贤 所以这个词是贤 答对 漫威电影《此事2》 在中国上映的片名是什么 看这个画风 当然是危险行为 是我爱我家 没事儿 你有一次容错全 所以呢你还有机会 《鹿顶记》中 韦小宝七个老婆中 年纪最大的是谁 韦小宝有七个老婆 放在今天那是重婚罪呀 她当时得了神龙教的真传 她是苏全 原来的神龙教主夫人 成语 老季福利中的内指的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曹操的诗 是在他北征乌环以后写的 东霖节诗以挂沧海 立指的是马曹 老季福利志在千里 是曹操在哪一次战役后写下的诗之 老季福利志在千里是曹操归随寿里的一句话 她当时是为了统一北方大 也是远征乌环 漂亮 请听音频题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这首歌演唱的是哪位诗人的诗 她是北大三剑客写了九月和便朝大海春暖化开的孩子 哪位刚在诗人整理并编断了孩子诗全集 她和洛依和孩子被称为北大三世人 她叫做西川 距今最近的红年马月指的是红年的哪个时间段 红年马月 我猜八到九月 Curry 条网了 16-7 没有调 leur成功 没有挑战成功 Eller